发展至今 其射程成为各国所关注的焦点 由于目前的舰艇发展迅速 反舰导弹想要突出重围 就必须在远距离上发挥出性能优势 由于现代雷达受地球区率影响 所以无法准确探测到地平线以下的目标对象 舰载制导雷达也就无法锁定在150公里以外的目标 因此全球多数反舰导弹射程不会超过150公里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在军舰上面安装地波超视距雷达 别小看这种短波波段雷达 它巧妙地利用了地球表面的绕视原理 因此与普通雷达的照视角度不同 不仅可以探测到地平线以下的目标 还具有一定的换引射能力 而中国对这项技术的研究则开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 当时由于技术有限 但是中国还是将探测距离提高到了200公里 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 后来中国研制出366系雷达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 366系雷达研发出来 意味着中国彻底解决了 近载反击导弹的超视距打击问题 有了它 反击导弹将不会再受到攻击距离的限制 目前该雷达已经被广泛应用在护卫舰中 有了这样先进的技术 国军可以在400公里台外锁定目标 并展开有效攻击 而美国在该领域 也仅仅只能对124公里外目标进行攻击